最近,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布了一条引人入胜的黑洞模拟视频,更确切地说是模拟物体坠入黑洞的过程。 这个视频帮助我们直观了解,当接近非凡的宇宙巨兽黑洞时,会经历什么? 这里是快看宇宙第171期,让我们观星和璀璨,探宇宙奥秘。 这个模拟视频极其引人入胜,展示出许多令人震撼的视觉效果,但同时也欠缺一些关键的物理特征。 请注意,虽然这个模拟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,但它基于理论模型,涉及无尽或起点的概念,同时也涉及到需要物体质量接近于灵的原理。 因此,虽然这个模拟非常华丽,但可能有些过于简化。 模拟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一点,是它准确地在线了各种引力透镜效应,这在假设的摄像机坠入黑洞时尤为明显。 视频中呈现了两种情况,一是直接坠入黑洞,二是与黑洞表面擦肩而过并逃离。 光子环尽管名字听起来并不那么重要,但它是现代黑洞研究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。 视频中有所提及,光子环是由极薄的图像层组成,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宇宙的多重图像,因为这些光子被束缚在黑洞周围的区域,该区域的光线以光速运转。 几年前,研究人员在研究超大质量黑洞时证实了这些不寻常的光子环。 有时,我们会从黑洞接收到同样的光子信息,因为相同的信息被困在黑洞周围,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释放。 因此,这个不寻常的光子环似乎存在于大多数黑洞周围,就像整个宇宙信息的直接复制品,所有信息都被压缩到这些极薄的层中,每个层都有独特的特性,当我们接近世界时,在模拟中清晰可见。 这是整个模拟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部分,每个连续的带状物越来越接近世界。 然而,这个区域实际上不存在稳定的轨道,任何物体到达这里,要么最终逃脱,要么被黑洞吞噬。 因此,你找不到任何古老的光,因为物体无法在这个区域长时间稳定存在。 模拟中所基于的是人马座A星号,这是一个与我们银河系中心黑洞类似的黑洞,质量约为430万的太阳质量,但它与实际情况有显著差异。 视频中是一个非旋转黑洞,非常温和且安静,拥有一个非常小的锡基盘,这与大多数中心黑洞以及宇宙中普遍存在的旋转天体不同。 一个旋转黑洞会有两个光子球,而不是一个,因为黑洞会拖动周围空间,接近的光子球与旋转方向相同,而远离的光子球则相反,随着我们从不同方向接近黑洞,会发生显著变化。 无论如何,模拟确实向我们展示了酷炫的光子环,球,但这并不是全部。 模拟的另一个亮点是展示摄像机如何接近黑洞,以及时间膨胀现象。 因为黑洞的巨大质量,当接近黑洞时,我们的视角和时间感知会逐渐改变,将体验到与外部观察者不同的时间膨胀。 所以,尽管摄像机大约需要三小时才能落入世界世界,并在半小时内完成一个循环。 如果它能逃脱黑洞,回到原来的位置,将比之前年轻36分钟。 这在现实中是有案例的,也确实会发生,如GPS卫星,因为它们会经历轻微的时间膨胀,必须通过原子钟进行校准。 这个模拟虽然非常准确,但与现实情况还有些差距,比如说黑洞的旋转,活动的吸机盘和量子效应。 例如,人马座A星号的旋转速度相对较慢,而某些黑洞如M87则几乎达到旋转的极限,所以对于那些类型的黑洞,时间膨胀会更为剧烈。 然后是穿越世界世界的部分,这在模拟中显示,但现实中我们对其后的现象一无所知。 这是完全的数学假设,几乎不可能是真实的,因为我们目前没有数学模型能解释世界世界之后的情况。 起点的概念很酷,但目前科学家认为这不太可能,因为我们还没有理论来描述黑洞内部。 量子引力可能是未来的答案,但尚未完全发展。 在模拟中,一旦进入黑洞,你将看到所有空间方向都朝向下方,没有上、左右。 根据模拟,一旦穿过世界,大约12.8秒后,摄像机会被起点内的意大利面条画效应摧毁。 但在这个点上,时间的概念已经不再有意义,因为黑洞内部的物理性质非常奇特。 根据现代理论,空间和时间可能会相互转换,像起点移动意味着向未来移动,而要离开黑洞则需要向过去移动。 虽然这个模拟展示了一种可能的视角,但真正的黑洞内部情况仍未可知。 在模拟中,我们看到了一些现象,如光子环、时间膨胀和空间扭曲,这些都是相对论预测的,并在现实观测中得到验证。 然而,黑洞的旋转、活动吸机盘和量子效应使得实际的黑洞与模拟存在显著差异。 通过研究超大质量黑洞,科学家们希望解决现代物理学的谜团,包括量子物理学与引力理论之间的联系。 尽管如此,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发现和理解来完善我们对黑洞的模拟。